孔子有先见之名 作者吉光宇 子鹿担任蒲令时 组织农民修沟渡以备水 他同情民工的劳苦 就用丹装饭 用壶盛汤 去慰绕他们 孔子派子贡去制止他这样做 子鹿很不高兴 他说 老师以人教育我们 却不让我行人事 我无法接受 孔子听后 贝子鹿说 你为何不告诉国君 请国君开国库 发给民工粮食 却自己私自赠给他们饭食呢 这是你不显示君恩 却表现自己仁德呀 如果尽快停止这样做 还可以 否则你不久就会获罪 孔子的话还没说完 果然有人把 济世责贝子鹿的话 传了过来 你好 你也不肯定 你不肯定 好 那一篇 我先别说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